周四,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在中国东部山东省成立了一个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 该中心由外交部、生态环境部和山东省共同建设,位于山东省辽城市 周四的开幕式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在会上致辞 他说,气候变化是人们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理解太平洋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面临的特殊挑战 在2021年10月举行的首次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外党会议上,中国宣布建立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气候变化合作中心 该中心将重点开展气候变化、绿色发展、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 并通过培训、交流、合作的方式 推动山东与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等更广泛领域的互利合作、学术活动和对外援助 周四,一批气候变化合作项目签署